新冠疫苗抵达我国之后 政府依照早前制定的行程 优先为医护人员接种疫苗 然而最近就接二连三有消息传出 说不只有高官VIP 现在连地方上的小官员 也想要插队接种疫苗这样的事情 马来西亚医药推特平台的创办人 凯鲁哈菲兹医生 他在推特上就揭露 他说他接到很多投诉 都是说要尝试插队接种疫苗的这些投诉 当中包括不在前线作战的 地方县市议会官员 而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在这些投诉当中 有一些竟然是重要人物VIP的司机和用人 这个医生说 他已经收集到了相关的名单 连照片都有 他会把这些证据整理好之后 再向科医部长凯里举报 无论如何 早前传出有200名官员 要插队接种疫苗的吉兰丹州 当地的接种疫苗活动 在今天如期开跑 而吉兰丹州务大臣阿末耶古 则对插队风波只字不提 吉兰丹第一批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如期开跑 今早11点 48名抗疫前线人员 在吉兰丹州务大臣阿末耶古的带领下 接种新冠疫苗 在完成注射疫苗后 阿末耶古也手握宣传卡 让媒体拍照 然而早前放话要大家看看 吉兰丹是不是真的有高官 插队接种疫苗的阿末耶古 在受访时却对高官插队传闻 只字不提 只透露周内疫苗接种的详情 镜头转到马六甲 同样在今天展开疫苗接种计划的马六甲 则由首长苏莱曼打头证 针对社交网络流传 上百名马六甲政治人物的下属和亲人 会插队打疫苗的传闻 苏莱曼表示 如果大家对此感到质疑的话 不妨到现场查证 所以我有一些人 有多数人 很多人的邻属 和亲人的邻属 来看看 多少人 有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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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我60人 也要明白